警笛大作 夜晚的台中不平静 警方晚间骑乘巡邏摩托车途中 遇上一名神情可疑的男子 察觉有意立刻加速 上前追捕 警方紧追但男子逆向逃逸 巡邏远警接着汽车拔腿狂追 总算将男子拦住 身上红色上衣的男子神情狼被坐在马路旁 警方反手上铐而被逮原因 就是因为皮包里的这包海洛英 他追他 然后他就摩托车丢了就跑了 他摩托车跑了之后 警察也丢摩托车去追他 然后去帮个忙 仓皇逃跑原来就是因为作贼心虚 事情就发生在台中市北区中心汉口路口 4号晚间6点左右 警方搜查男子所携带的背包内 查获毒品海洛英八包毛重贡 2.12公克 那经询问男子坦城身上持有毒品海洛英 并在其背包内查出毒品海洛英既有八包 警察证明66年次的业姓男子 被警方列为治安顾虑人口 目前犯嫌被警方 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以送侦办 记得台中综合报导